中东的约旦26号派遣运输机将一批物资空投到加萨 希望加萨民众可以直接拿到 有的空投物资降落在海上 加萨民众还冒险游泳或者是划船出海去捡物资 民众更是挤爆海边争抢物资引发了大混战 加萨的人道危机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海边挤满了人 有人拿棍子 有人用鞭子抽打自己的同胞 就怕天上掉下来的珍贵物资被其他人抢走 空中出现降落伞 加萨的地中海滨早已挤满机长陆陆的民众 空投物资偏离预定目标 掉在海上后引起民众疯抢 物资一上岸 场面完全失控 26号约旦派出多架运输机 在加萨空投援助物资 希望直接送到难民手中 但这些只是杯水车薪 大碗里的液体颜色浑浊 脏水搅拌古物当汤喝 孩子们别无选择 加萨民众生不如死 何时能停火喘口气呢 拜登一边吃冰淇淋 一边放出消息 而在加萨的民众 只希望得到基本的温饱 刘永伟编译